好 现在进行的是B组循环赛的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了 红方选手是谢宇航 书生剑客 蓝方选手是潘家运 擂台暴君 潘家运 印象非常深刻 你看两个人从这个臭号上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书生剑客 擂台暴君 谢宇航的确在这个擂台下蛮有书生气的 因为他眼睛近视 他在台下的时候是戴着一副眼镜 对 所以也有很多那个粉丝或全迷在问我说 这个近视这个适不适合练这个 适合这个运动项目 当然适合 但是比赛的时候是不能戴着这个眼镜去的 对 隐形眼镜也是不可以的 但是不会影响到我的反应 我做出来的任何的反应 对 我看过有一个那个视频 说是这个拳手在打拳的时候 不是看你的眼睛的 而是看你的肩膀 对 就是看肩膀 每个运动员都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吗 我去看对方的腹部 你为什么看腹部 他们说大家都是看肩膀 因为你动拳 肩膀先动 对 肩膀先动 有些人是看你的腿 有些人可能看你的核心 看你的腰 你为什么看腹部 你是看他的核心 我是习惯了 我是习惯了 对 我觉得你的腰先动 对 所以从一个这个小白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近视是不影响的 为什么 因为他看的不是一个点 他不是一个特别细的一个点 就是凭感觉吧 对 而且平常训练他有一个肌肉记忆的问题 那这个近视的朋友想练的可以练了 没问题 不受影响 对 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这是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挑战赛 我们预赛阶段是分组循环 现在进行的是B组的小组循环赛的第一轮 这两位选手谢宇航 去年武林峰的战绩是三胜一负 他的胜率在75% 而蓝方选手潘家运 去年武林峰的战绩是四胜 四负 胜利在50% 这个潘家运现在又开始 展示出来 这就是他的风格吧 然后碾着对方 追着对方打 对 其实潘家运在之前 他的标签还是挺明显的 他曾经缔造过中国搏击最快的KO记录 一秒钟转身后都KO了对手 虽然说这个也有一些争议 但的确就是一秒KO了对手 确实可能是在规则的允许下 对 就是我们喊的开始 你马上就可以启动了吗 当然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对 可能也有人很多说 两个人在碰拳套的时候 可能也是相互的这个友好一下 你就出动作 可能这在于这个比赛的精神上 可能并不是 对 对 大家会谴责你一下 会谴责你 有点 感谢 对 大家会谴责你一下 我会谴责你一下 对 大家会谴责你一下 对 大家会谴责你一下